大家好 我是虚作 那么清明节又快要到了 作为一个由此敬业的美食博主 怎么可以不过来称一下热点呢 哦不对 怎么可以赖着去玩 不过来做一下清明最有特色的节令美食 青团呢 首先在炒锅里加一点水 再加一点食用盐 一般青团是用艾草作为色素的 不过艾草在外边很难找到有买 那就用最为常见的菠菜来代替吧 把菠菜放进开水里烫熟 烫到变成更加清的颜色 而且软下去了 这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不然你软都软了 还待在里面干嘛呀 肯定要出来的呀 你不可能软了还赖在里面吧 再给它过一下冷水 让鸡饵 哦不对 让青菜冷静一下 然后全部倒进破壁机里 再加点水 然后再用你家破壁机 看得最顺眼的那个功能 开机把它磨成渣渣 要给它磨得尽量细腻一点 连渣都看不到 跟水一样就差不多 再准备一个碗 上面放到一个筛网 不过筛网的孔还是太大了 所以还要在上面放上一块棉布上去 把菠菜汁倒进去过滤一下 然后它再过滤的话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接着来做包在外面的青团皮 首先在一个大碗里 称好100克的糯米粉 还有20克的糖粉 以及50克的清水 再取一个小碗 称好30克成面 就是小麦淀粉 往里面加入40克开水 这里要注意用的是开水 这里为什么要用的是开水呢 因为这样可以给它烫得听话一点啊 这样后续才会比较好操作 这什么鬼罗具哦 开水烫过的面团会有更好的吸水性 让面团变得更软这样 用筷子给它搅成一团 比较黏的乳白色面团 然后再给刚刚的糯米材料搅拌一下 大概手套将糯米粉搓散 成出一米粒的样子 然后加入刚刚那块成面团 给它油漬均匀 这时你会觉得这块面团有点干 不过在这时也不要太着急的 给它加水 给它稍微多揉几下 接着再放用10克猪油 有了油的加入 它们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混合进去 因为猪油会使得它变得丝丝滑滑的 一般比较丝 比较滑的东西 都是比较容易接触 交融在一起的嘛 然后把这块糯米团放到一个菜盘上 给它压扁在上边 不用怕它会粘盘子 刚蒸好之后也是比较好拿出来的 然后放在蒸锅上 开火让它蒸着 接着我们来做里面的馅料 这次我做的是一种 最近比较流行的蛋黄又松陷 然后我试了一下 味道还蛮不错的 比你直接全部加红豆馅也好吃 红豆馅你要是加外面卖的那种 就会比较甜腻 要是自己做红豆馅的话 这辈子都不可能做的 熬馅又不能用机器熬 就是逛逛网店 买买现成的红豆馅这种 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把咸牙蛋的泥巴都给洗净 然后全部磕到一个碗里 这样勺子把蛋黄给捞出来 这些蛋黄你可以用清水再给它洗一遍 清洗掉表面多余的鸡蛋清 然后再放到蒸锅里 给它蒸熟 等我们的糯米团蒸的差不多之后 就打开盖 用筷子试一下 戳到它中间 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白色的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就可以拿出来准备开稿 然后我们的咸蛋黄也用筷子戳一下它里面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熟透 没有的话再继续给它蒸一会儿 然后把蒸好的糯米团 趁热放进一个大碗里 再把它之前立出来 菠菜上面的那个渣 加入到糯米团里 要注意的是上面的渣 而不是下面的菠菜汁 不要弄混了 然后戴个手套 把菠菜汁跟糯米团 给它们混合均匀 一开始糯米团可能会有点烫手 女粉丝们操作要小心一点 这个糯米团一开始会很难融入进去 而且刚蒸出来的糯米团也非常粘手 一定要戴个龟角手套来操作 不然一会儿坐着坐着 你就会突然失去梦想 开始怀疑人生 一直到糯米团跟菠菜汁 完全融合成青绿色的糯米团 而且非常粘我们的玻璃碗 这时要再准备一个保鲜膜 把糯米团放到保鲜膜上 再把它全部包裹住 防止它表面变干 包好的糯米团居然还意外的好看了 有没有 我们蒸好的蛋黄用叉子把它给捣碎 然后就要准备肉松了 要是你家没有肉松 然后你家楼下也没有肉松卖那怎么办呢 没错 那就直接去超市买几个肉松饼回来 再撕掉它的外包装 把它上边画一圈 再把它盖头的饼皮给掀开 它周围的饼皮也剥掉 然后再翻过来把它底部的饼皮也去掉 就可以得到一块完整的肉松了 是不是很棒棒呢 然后把肉松饼放到碗里 用叉子把它给捣散 这不就是你们口中常说的金丝肉松了吗 金灿灿的颜色 而且被做成饼烘烤过后 变得更加香酥 还可以拉出小小的丝来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去跟友诚谈一下合作了 哥哥你就关注的重点好像不对吧 然后把蛋黄碎加进来搅拌 这时候馅料非常的松散 所以还得要再加一些青岛酱或者沙拉酱 给它加一下粘性 青岛酱稍微有点咸 沙拉酱则是稍微有点甜的那种 然后用手给它抓匀 变成一团非常听话 非常好操作的馅料了 尝了一下 味道非常不错 口感沙沙咸咸的 然后把馅料称25克一个 你也可以把馅料称多一点 或者给它加点红豆沙线 因为青团的皮非常有延展性 非常不容易破 差不多可以说是任你包任你扯的那种了 把馅料包好之后 在桌面上铺上一张撕开的保鲜袋 这样会比较方便好操作 再把做好的青团皮拿出来 这时青团皮会比较具有粘性 所以最好是拿到桌面上来操作 用刮刀把青团皮切成平均的八块面团 拿出一块青团皮 把它四周给捏大捏扁 这样会比较好包入馅料 然后把一块馅料放到中间 把它的口收好 一块青团就这么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容易呢 然后用剪刀剪裁出手掌大小的保鲜膜 把青团头朝下 用保鲜膜给它包好 这样可以防止它表面变干 而能保持松软好几天 在吃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直接撕开外边那层保鲜膜 就可以不用怕它粘手直接吃了 真的非常方便 青团的外皮十分翠绿 而且用的是菠菜汁 不会像艾草那样会有奇怪的中草药的味道 而且搅均匀之后质地非常细腻 不会有那种让你吃起来感觉很奇怪的口感 这个菜谱用的是先蒸后包的手法 它的颜色就不会像直接做好再蒸那样 会把颜色给冲淡掉 而且直接蒸好再包的话 皮的延展性就会特别好 就会特别容易包入馅料 这个配方在糯米中加了一些澄粉 综合了一下糯米的粘度 增加了表皮那种透明的质感 使青团表面更有光泽 吃起来更有嚼劲 也可以包红豆馅去去 不过红豆馅不要炒得太干 不然就不好跟糯米团融合在一起了 吃起来也会觉得有点腻 红豆沙的包法 你们就自己脑补一下吧 这个外皮是有点甜的 然后里面的馅料 是又松那种拉丝的口感 还有蛋黄沙沙的口感 吃起来非常棒 非常推荐去关注我的公众号续作 看着详细的图文食谱来做 要是喜欢我制作教学视频的话 可以在下篇顶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